男子结完账要走出店里时 一把摸上别捉女子的背 却疑似因为搭讪不成 瞬间恼羞成怒 动手对女子施暴 短短几秒内 诚信男子的友人冲进店里 又是砸椅子又是丢酒瓶 最后将女子拖出店外 目击民众表示 就连上前圈架的男子 老板都遭到暴力对待 现场一片混乱 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聚会吃饭的地点 也变成暴力事件 尤其诚信男子粗暴行径 让网络上几乎到了 人神共分的程度 相关贴文短短几个小时 就达1.2亿流量 更有网友肉搜出 疑似显犯的样貌 据河北当地警方的最新消息 目前9名涉案人员都已经遭到逮捕 至于遭到暴力对待的女孩子 有两人已经送往医院治疗 另外两人伤势较轻 不需要住院 如果致被害者重伤的话 可判处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 事发后此事连战微博前六排行 相关贴文也有30多万网友留言 愤怒表示政府应该严惩 不仅韩红 杨迪 李小璐等艺人震怒表态 马天宇更直批 下次通报直接带一照 另外此事也引发官媒央视 人民日报和妇女报高度关注 认为政府要尽快让施暴者付出沉痛代价 记者西海宇报导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